此时此刻我感觉我热的都快炸掉了 门前这里在开始填那个马路了 然后门口那里有个树 树下面堆了好多那个柴 应该说现在说的是柴 然后刚刚顶着太阳 我跟我婆婆搬 我应该搬的有差不多 就跟我婆婆一起搬 搬的应该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了 快到底的时候 我把那个柴那个板搬掀开 那里有一条蛇 吓得我尖叫赶紧跑 然后我说剩下的那一点 我跟我婆婆说 我说我不搬了 剩下的材给你搬 我怕蛇 搬到上面的时候 应该说搬了三分之一的材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蛇皮 我说这怎么有蛇皮 不会有蛇吧 结果果不其然 搬到下面的时候 看到一条蛇 那个蛇是红皮 灵纹的那种红皮 反正我不认识蛇 吓得我就赶紧跑 它卷一个盘盘在那里 我看到那个蛇真的是 我感觉手上戴着个手套 我都感觉 我弄过那个板板 我都总感觉 我手套都赶紧取掉了 后面我婆婆在那里搬材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扯红薯藤 婆婆种的红薯藤 应该说婆婆种的红薯 全部扯掉了 扯掉之后 旁边河边那里还种了那个南瓜 南瓜也要全部给推了 推了 种的辣椒也全部 结了的辣椒全部扯了 扯了之后 现在把南瓜已经全部摘回来了 南瓜藤那边 看它 还全部推不 全部推掉的话 到时候就没有南瓜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那里 现在已经搞到那里来了 后面那边 这个是我刚摘的南瓜藤尖尖 这是南瓜 还有屋里面那里有一些南瓜 看我身上这个 我的天哪 那一堆柴 看看那一堆柴 这个是我搬回来的红薯藤 让嫂子拿回去给鱼吃 这一堆柴 想想 费了多大的力气 给它弄回来的 现在那边 红薯藤已经全部扯了 然后那个南瓜藤 推到那里不推了 要是不推了的话 到时候 那个南瓜应该还可以结 马上就弄到我门前来了 那边 靠近河边边 那边全部加宽了 全部填了土 这样的话 马路两边的会宽很多 我们之前的柴刚好就在那个柴 那个树下面 现在那里要倒一车土 那个产土 在那里把边边的打草 那些多余的土 全部给产了 这样的天气真的是 好热的 昨天刚下过大暴雨 今天又是这样的闷热的天 搬了一些柴 扯了一些红薯藤 扯得我真的是 现在还是很热很热 其实上午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商量说 要把马路加宽 然后我就跟我家婆回去说 我说他们说要把马路加宽 跟上面那边一样 要加到那个河边边那里去 然后我就跟我家婆说 我说旁边那个 那你的南瓜跟那个红薯 全部要扯了 一开始我婆婆她是不同意扯的 然后在家里 我就跟她发生了争执 我就说你不扯 我说人家 人家各个门前 那个马路都加高了 旁边都看着没有杂草那些 我说就你门口这样子 我说你怎么就舍不得那些 红薯跟南瓜了 我说本来那个 就不是拿来种菜的土 你不要把它开荒开的种 然后没办法 她就说 我一直在那跟她说 吃完饭的时候 我就在那跟她说 我说快点 我说马上就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我说赶紧去弄 后面她才真的是不情愿 很不情愿的 把柴搬了 然后我就把南瓜 把南瓜的尖尖给 摘了一些回来 把那个红薯给拔了 真的是 我就说 要是人家门口都弄了 我们门口不弄就不好看 老人家真的是 觉得种上去了再扯了 舍不得 毕竟种了有这么长时间了 再说那里都要快结红薯了 现在这一眼望过去 就好宽好宽了 各自弄各自门前的土 这里那个大支气来不了 用小机器弄 手工打磨 现在这个路一眼望过去 感觉有十米 宽有十米了 还记得太阳了 太阳了 好